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贵宝 不过绝大部分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是诗词歌赋 而在上世纪80年代 香港就有一位虔诚基督徒的著名书法家 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圣经为书写的内容 他就是余德江先生 余先生在十年前去世 他很多作品都放在故居 今年复活节 他的儿子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余俊浩教授 就和哥哥余俊全牧师 为已故的父亲举办书法展 展览名为《德艺流江,余德江书艺展》 在我收拾我爸爸的旧居的时候 客人发现他有很多藏份 在过去三十年的藏品藏在家里 我逐篇看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他的书法操矣是非常高的 而我相信每一个艺术家 包括司法家 他都很想将他的艺术和大众分享和交流 我觉得如果能够帮他举办一个书法展 我相信这个会是他的心愿 余德江先生一生人对家人有情 对朋友有意 对天父更常传敬畏的心 首先他是一个很爱家人 很爱他太太 好爱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感情很深 第二方面他对朋友很好 第三就是他出生在战乱的时候 他自小已经父母相亡 第二次大战的环境之下这样长大 但是他可以培养到他 没有对家庭放弃 没有对自己人生放弃 第四就是他对书法艺术的喜爱 这方面对我很大影响 我自小都被教导为一个要相信耶稣的人 因为我爸爸都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虽然那时候他要走难 为世所逼都很艰苦 以前那一代找食都是非常艰难 但是他有时就叫我们祈祷 特别有时我们小时候 他又不在家 因为要出去找食 譬如我们有时考试 他都知道我们紧张 又担心 我说你祈祷吧 这些都是深入在我的脑海 和一个印象里面 我爸爸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凡事都当得去依靠他 当日书艺展的开幕里 观概云集 香港多位书艺名家 和城中名人都有出席 展彩嘉宾包括由香港卫生署 中文大学前校长沈祖堯教授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 港座教授袁国勇教授 余德江先生生前好友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前院长余达森牧师 他真的能够融合信仰艺术和人情 有些时候我去到他家探望他 他都跟我说信仰 然后也提到书法如何令到一个人静心 研究这个书法其实是可以作为灵修的一部分 这个引发了我 在中国神学研究院 开一科叫做书法灵修 在他的生命里面 你看到他是很着意 将艺术和信仰和生活融在一起 对于牧师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就是 《诗篇23篇》 他的进步是真是神速的 从他1988年给我那一幅的诗篇23篇 是用楷书来写 去到其实几年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进步是很厉害 亦都表示出他是很用心 他决定要做好一件事 他是極进全力来投入 来研究 就像虚心的来到去学习 这件事也是令到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都希望来参观这个书法展的人 都感受一下这种 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的一种气息 都怀念一下我先父 他在艺术上的修养 和他对圣经 作为他写书法 一个很重要内容的这种体会